秘制红烧肉的做法 红烧肉做法多样 重口不一 我今天的烹饪手法简单易做 滋味醇厚 各位食友可以一式 五花肉适量 西兰花适量 鸡精适量 白砂糖适量 姜适量 酱油适量 八角适量 食用油适量 桂皮适量 大葱适量 冰糖适量 香叶适量 盐适量 料酒适量 白酒适量 蒜片适量 一选五花肉一条 切成长三公分 宽两公分的肉块 生姜切块 二折洗净后备用 二将肉块放入碗中 加入酱油 白砂糖 盐 料酒 葱段进行腌制 三腌制15分钟 放入冰箱冷藏一会儿 四将腌制好的肉块灼血水 五用大火将肉块煮开 取出洗净 西兰花灼水 量干备用 六炒锅内热油 加入姜块 八角 香叶 桂皮 葱段 蒜片炒 香锅底 放入肉块翻炒 漆在炒锅内 加入酱油 料酒 翻炒均匀 八锅内放入适量清水 加入冰糖 少量高度白酒 大火煮开 转小火慢炖 久小火炖制时间 不要太长 这样可以保证口感的弹滑 加入少许鸡精 大火收汁 汤汁浓稠即可起锅 食用西兰花摆盘 吸以来 下汁 味 加入 炒